红灯停 绿灯行 这是小朋友都知道的交通规则 可是偏偏有人漠视法规 到头来吃亏的只能是自己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起闯红灯引发的事故 事发3月17日凌晨5点 当时天还没亮 事故发生后 三轮车倒在地上 驾驶人受伤 一辆小货车停在路口 一辆面包车停在旁边的绿化带上 辆车受损严重 货车司机表示 自己是绿灯正常行驶 三轮车是突然出现在他眼前的 他来不及刹车就撞上了三轮车 而同方向的面包车司机也表示 当时确实是绿灯 遭遇这样的意外实在太冤 不仅自己的车受损严重 还把电力箱给撞坏了 民警调查后确认 此次事故是因为三轮车驾驶人 蒋某闯红灯造成 蒋某在红灯还有5秒的时候就横过马路 导致与直行的货车发生碰撞 碰撞之后 三轮车被撞出去十几米远 货车为躲避三轮车将并排行驶的面包车挤到了绿化带上 面包车撞上了红绿灯的电力箱 导致红绿灯瞬间罢工 目前三轮车驾驶员蒋某的伤势经检验并无大碍 交警认定 由于蒋某在经过路口时 违反了交通信号灯指示承担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类似因闯红灯导致事故发生的 还有接下来这一位 3月15日晚上6点 在瑞安市一路口 曹某驾驶电动车行驶至十字路口时 无视红灯 非但没有停下更是加速通过 结果在路口中央与小车发生碰撞 碰撞后没有佩戴头盔的曹某腾空一圈坠地 红色的头盔从车中滚落 曹某头部着地受伤 索性无生命危险 目前事故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记者段盈盈编辑报道